七龙胡子有一间无人寺庙荒废了二三十年 因为环境脏乱经常引来街友 或者是成为年轻人探险的鬼屋 让附近居民忧心担心成为治安死教 黎章表示将跟市府进行讨论 期望能规划成民众的休闲空间 荒废已久寺庙多了鬼庙之称 往内走老旧寺庙内大大小小水泥快散落一地 一堆桌椅布满厚厚一层灰 没人管理变成街友处所或是年轻人的冒险鬼屋 被称为鬼庙的寺庙就在基隆胡子山 荒废长达二三十年担忧成为治安死教 居民急着向里长反映 希望能重新规划 他大概荒废已经二三十年了 对那管理人的部分一直都没有去做这样子的处理 再来就是环境的问题 因为他是私人的产权嘛 那我们又没有办法进去帮他整理 里长与市长进行座谈表示先勘建 有无符合危险建筑 未来期望能规划彩绘墙面改造闲置空间供民众使用 并追踪后续维修管理 记者蔡志恒基隆报道